暴露客在幾年時 因為大陸貨水造成客水中館 南島市有很多地方都大陰水 現在南島市民來說這件事 又是最大的驚訝 曾經電影找過暴露客管理單位 第三貨傳教來回覽 希望可以進行修准 當時第三貨傳教也幾位出 修准計位 不過到現在 修准計位都沒有很危險的進展 代表中心意之外 貨水寄美國到了 他煩惱陰水的事會再發生 因為本人高月 因為我撈水了 一會就開始做水材了 現在看得那麼 我看得到稍微 我們當時想的 我打下去看得到稍微 咳一雙 它不懂得咳嗽 我也看不到 怎麼會有差 咳做到那麼慢 他把我們打爬到人間笑 那又沒 沒辦法沒吃 那要怎樣吃中 這個會場所載出去的車輛 其實沒有幾代 就是大家最煩惱的 雖然已經煩飽了 但是他的工作都讓我們看 有些人在這裡 所以因為我們也很擔心 就是說工作已經發到這麼久了 其實也有進度 可是對於目前我們居民所擔心 就是說他的刷子 有些會心理我們的 他的陣子裡才沒有載出去 屆時如果說我們來防水機不來 他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 馬路客所作的問題在定期會中 有很多代表分分 提出個人的意見和建議 主要主席中修紀也裁冠 為了市民的審命財產安全 在定期會後 就要簽了公訴跟幕後安排的時間 全體跟第三號傳局去認真 說出電影的心聲 代表會關於在一個比較定的時間 持公訴代表會 所有的代表跟理長 再度來認真 去補充這個地方 來針對毛羅斯 毛羅斯的這個刷子的整治 再度來陳情 公訴的政治報表是 這幾天會想辦法跟第三號傳局來聯絡 了解到更正的進度 記者掌聲聽柴鳳報道 下方 它們都要遺就 有感覺